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那麼大家看我的裝扮已經改變了 應該知道說 我發生了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好啦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在這邊呢 我已經是先把那個狼給馴服了 那個狼在哪裡 狼欸欸不是他 狼呢 狼去哪裡了 我是馴服的狼 狼在這裡 我是馴服他了然後呢 我就想說因為我在雪地真的待太久了所以我想要先回來 然後我得重整一下然後呢 我想要等我再剩一集像 我剛剛我已經把我的點數全部都加上去 我全部都加在了後來都加在了血量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已經沒有必要再加了 所以我加了血量 那我把狼給馴服想要帶回來的時候呢 路上碰到一個該死的傢伙 就快回來的路上碰到一個該死的傢伙 他的名字呢就叫做 那個Alpha Raptor也就是那個精英怪的 迅猛龍 看到這邊沒有沒有錯 最後是由他把那個傢伙給解決掉 可是很不幸的是我的 我的那個圓人 沒有錯一百多的那個圓人 在路上呢先被他給打死了 當然我也被打死了 然後那個狼也被打死了 所以說 所以說我才會變成幾乎 全部衝來這樣 還好的是說他們原本在他們身上 都還有保留很多好東西 那現在就是說我可能要重新的再去 看到沒有這個血都已經掉了這麼多了 因為 最後是把那一個該死的傢伙引到這裡來 那這邊的呢 也全部都衝出來啦 全部都卡在了這一邊 喔我的天 還好這邊也足夠把那個傢伙給弄死 然後我的巨蜥最後只差一點點就要死了 他也是一樣 他也快要死掉了 哇那個太恐怖了啦 那個精英怪 比任何BOSS都還強 救命啊 在這邊也沒有什麼地形可以把它給卡住啊什麼的 像我之前是在那個死亡島那邊碰到一隻那個 好兇狠喔 好兇狠喔 我之前在死亡島那邊的是碰到了一個 喔我的天啊 你不要在這上面行不行 你不要停在水面上行不行 好兇狠喔 還是要把他給停在一個好好補血的地方才行啊 就就把他停在屋頂上嗎 現在他們全部都已經被卡住卡著那個樣子了 我得再好好的調整一下啦 當然 我回來之後呢 也是把我附近的樹都也砍掉了 那大角路 在雪地那邊也還有大角路喔 現在他們都會出現了 只是說那個大角路呢 他出現的那個什麼 頻率呢 沒有像狼這麼高 我之前呢 他確實是存檔好像有一些什麼問題 然後 也不是什麼問題啊 反正他 要刷新 然後都一定要夠好一段時間才能夠刷新的啦 所以現在在那邊 其實狼的出現率是很高的啦 去那邊沒事你就會看到一堆狼在那邊喔 那我就找了一個 等級20的 有把他先馴服了 那那個 就等級才20嘛 所以一下子他就很快被打死了 這邊剛好看到有一坨 什麼東西我要用的 沒有了 先把他調整到這裡來就行了 那另外呢 我當然是又重新的再去 嗯 多收了一些 金屬嘛 全部都已經燒過了 很好 現在我就是要重新來尋找一個 可以讓我帶出去的 可以讓我帶著走的 一個 傢伙了 但是真的 說 單挑的時候啊 碰上誰都不好 那是說在死亡島那邊有一些地形 我可以卡住一個菁英的暴龍 所以我就是打倒那個菁英暴龍之後 我才有得到我之前那個三角龍的那一個頭盔的裝飾嗎 那現在是當然也不見了也沒了 被那個傢伙給弄死了 但是什麼都沒有了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 真的太過分了 欸 放進去放進去 放進去 所以現在的話 我能用的大概就只有這一個吧 這個 剛剛把那個 炫魔龍打死 剛剛把那個炫魔龍打死 我才有的這一個 啊 反正我現在就是等 75級嘛 75級之後可以學到這些潛水裝備 然後我要穿著潛水裝備 潛到水裡面去 應該啊 會比較好一點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了 現在只是說 我到底該找 該找誰成為我的下一個 可以到處帶來帶去的夥伴 我應該要找不知道是誰 啊 會喜歡 會那麼喜歡 會那麼喜歡帶那個圓人啊 是因為那個什麼 是因為圓人呢 他等級高嘛 然後 欸 反正什麼事了 那邊剛剛又打起來了 剛剛一定是那邊又打起來了 會喜歡帶圓人呢 就是因為他 可以蒐集果實 那果實蒐集了之後 我馬上就可以吃啊 那如果說你帶的是 而且他攻擊力也高 走路速度也快 然後不容易被地形卡住 如果說你帶的像是劍齒壺什麼的 啊 他只能幫你蒐集肉而已啊 那肉你生吃會中毒 所以就不太好 我才會那麼喜歡說 就都帶著這個圓人的 不過現在我的圓人 目前最高的是這個 58等的 58等已經是目前最高的圓人了 再來也沒有比他更高的 那我那一隻呢是140來等嘛 這個一整個差別就很大了 我就覺得 這個攻擊力還有血量都差太多了 再帶著他出去可能也會有一些小危險 不過 總覺得還是得帶他 不然的話就是要帶我的 帶我的牛龍吧 帶牛龍出動 或者是帶著迅猛龍出動 這個等級都算比較高的 比較有一點 比較有一點機會吧 或者我應該試著帶迅猛龍出去的喔 不過迅猛龍他就是 他現在就已經快要超重了 不過他的速度倒是很快 不然就要帶牛龍啦 我的牛龍現在有151等的一隻牛龍 我覺得不然我就帶著牛龍吧出動了 那我現在想要先去死亡島那邊 我再訓練一下等級 順便的也把他練一下 他的話 他應該才升過沒多少級啦 所以他還是可以再經過好一段訓練的 沒有問題喔 所以我就帶著他到死亡島那邊去吧 好了我才發現我走錯路了 死亡島應該是往這邊過去的啦 沒辦法我那個 那一隻猿人培養了這麼久喔 那 就這樣子掛掉了 所以對我的心情上的影響來說還是比較大的喔 我也是比較沒辦法的事情啊 哇 哇 這個牛龍感覺上有打這個等級40都這麼費力啊 不過實在是因為他的攻擊力比較低嘛 所以我覺得就把他攻擊力加強吧 之後都一直狂加他的攻擊力啦 只要他升級的話我覺得他的血量呢 目前就可以跟那一個我們的猿人披敵了嘛 然後就看攻擊力加上去之後 他的攻擊力會不會有可能比那一個猿人還要厲害 哇哦好啊 終於還是到達了這一個地方了 到達了這個地方了 中間呢還是打了很多的雷龍啦 不過我看他打起來真的蠻費力的耶 但是在這邊 哦哦哦 我還是被打到了 我就一起來打吧 一起來打吧 說真的我這個牛龍現在的攻擊力啊 真的是蠻低的喔 那打起來真的是超級費力的感覺 要搖好多下才可以把他們都搖死哦 哦搖死了一個了太好了 有一個是我搖死的 那經驗值就會是屬於我的 只是現在來說經驗值好像不是那麼高 來打暴龍吧 暴龍的經驗值就高了 很好獲得了暴龍的經驗值了 咋也就是你了 這個等級是不是也超高的這個 24便沒有超高不過已經不錯了 不過經驗值來說的話應該不會有暴龍那麼多了 好不好看他打起來真的是比那個 圓人還要費力對不對 真的是比圓人要費力的多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喜歡帶著圓人了 圓人真的是好用很多 只是圓人的可攜帶重量好像就沒有像他這麼高的樣子 我看一下 他的可攜帶重量也就有400多了 圓人是多少來著 圓人我也忘了圓人是多少 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圓人在走路的時候還不會像這個這麼煩啊 我也是在那邊震動啊 所以我就真的特別喜歡帶著圓人 但現在已經沒了 沒了 沒了 圓人 打那隻暴龍 啊 接下來要培養這一隻的話 那攻擊力應該是都要拚命的加上去才行啊 哇已經有這麼多這個啊 攻擊力 圓人是不是有加到有到700嗎 所以攻擊力當然說是很高是沒有錯的 往前衝吧 那個暴龍 喔暴龍被卡住了 來吧 來吧 在這邊 喔這是我之前那個燒過肉的地方 哇這個暴龍等級多少 看不到等級耶 28 28的暴龍 還不錯啦又快要升級了 蠻不錯的又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在這邊打其實也蠻快的嘛 而且我看他最主要的是他現在升級應該還算很快的喔 現在還只需要 對啊 經驗值看來並不需要太多 所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升級了 把他帶到死亡島之前應該就可以升好多級了 再到死亡島那邊就可以再繼續升級了 那我本身的話呢 我本身在遊戲剛開始的時候 應該說我剛開始錄的時候 差不多差4000嘛 現在還差4500左右 所以我才增加了500左右啊 我的經驗值增加的好慢啊 超級慢的啊 打一下這個 打這個其實沒有多少經驗值喔 還是只有下面的 喔 有那個巨蜥了 巨蜥就衝過去吧 巨蜥 巨蜥有兩隻 過河了就算了 打這一隻吧 死亡島也快要到了 那就要先到我之前的據點那一邊啊 哇 這是完全是要訓 訓練一個新的座技的一個感覺啦 哇 跟他拼命了 跟他拼命了 巨蜥其實很強的嘛 對啊巨蜥其實很強的嘛 喔而且 喔 其實叫他來收集的話 喔 牛龍在收集好像可以收集到比較多的那個 大腿肉 真的耶 牛龍好像可以收集到比較多的東西 不過是大腿肉啊 那肉來講的話 這些肉其實 就算給他們帶在身上 他們也很容易就會腐爛掉了 除非我馬上就要把它拿去烤啊 還是怎麼樣的 那也是一個麻煩 打一打我還得下來 然後放一個營火 然後烤了肉之後放在我自己身上 要讓我自己吃 他怎麼升級了 加一下攻擊力吧 493 感覺起來加的沒有很多 哇等級76的這個蝎子啊 打起來是蠻辛苦的耶其實 看喔他的身上的重量感覺上好像真的是 很快就要超重的感覺 真是不太妙 這裡是我好久不見的蛇頸龍啦 我的蛇頸龍還在的喔 好像有些人在擔心 我的蛇頸龍會不見對不對 大家不要擔心 我的蛇頸龍其實都還在的 哇這邊是我好久不見的鯊魚 還有蛇頸龍耶 其實真的都好久不見了他們 這是另外一隻蛇頸龍喔 他也是還在待這邊啊 那之後我如果說要下海去找昌龍的話 可能 我在考慮是要騎著蛇頸龍呢 還是要騎著我的鯊魚過去喔 大家覺得呢 如果要去找昌龍的話 應該還是騎著蛇頸龍會比較好一點喔 戰鬥力比較強一點 好吧這個橋其實還是很有用的啦 即便到了現在我都還可以這樣用 然後說過了 這是我之前在這邊訓練的時候 抓過的很多隻那個恐龍嗎 在這裡喔 其中也有等級比較高的嘛 像他等級114的喔 其實他等級有114的話 也許未來也可以試著帶著他 而且他 他才剛升級有沒有 然後他的 喔 也許說我也可以試著帶著他走耶 畢竟 他跑起來的速度也是超級快的嘛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用來設法訓練他啊 未來也許帶著他也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不過他的可惜在重量來講 就沒有這個牛龍來的高了 那我想還是 先看看這個牛龍吧 看看他在這個島上的狀況如何 呵呵 然後比對一下之前那個 猿人在這個島上的狀況喔 來吧試試看 不要碰上什麼精英怪就行了 碰上精英怪就麻煩了 欸怎麼都沒什麼恐龍啊 怎麼都沒有恐龍啊 恐龍都不見了 絕種啊 恐龍又再一次絕種了不會喔 出現了 這邊都還有OK 開始出現了 所以劍齒虎先來了 這劍齒虎等級應該也不高吧 很難講 等級44 等級44也蠻強的 打起來真的還蠻辛苦的耶 打起來感覺就真的會比猿人還要辛苦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的錯覺嗎 好像猿人的攻擊力真的有比較高一點點的樣子喔 而且猿人好像也比較容易看他那個 攻擊的範圍 像這個好像要他的頭有碰到對方才算有打到 那那個目標比較小一點就比較麻煩了 很好 還算可以吧還算可以吧 我們在這個島上多打一下 然後之後的話呢 再來試試看用劍齒虎來打打看這個這裡的狀況 總而言之我先 不過我發現他的體力好像補得比較慢一點 他的體力 不過他的體力最大值比較高啦 體力最大值990 好像比猿人高很多耶 還是我的錯覺 都有點忘記我那之前的猿人他的那個狀況了 哇 怎麼全是 全是阿根廷巨鳥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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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 my god 這邊可以嗎 這邊可以嗎 牛龍 你可以嗎牛龍 不管可不可以 對方已經衝過來了 打就對了 打吧 打 還好有一些等級比較低一點的 沒問題 還是可以的 打就對了 成功獲勝這邊了 再次前面這邊了 上啊牛龍 這牛龍好像感覺上好像其實已經是升了蠻多級了 啊 現在是非常炎熱的狀態 我可能就不要穿這麼多衣服 也許我那個最左下角那邊那個 火焰就不會這麼大 不然現在我會一直不耐掉血了 我等一下稍微脫一點衣服看看好了 看看能不能耐得住這邊的那個狀況 哇這等級72了馬上升級了 哇又來一個 我根本沒有空啊 根本沒有空脫衣服啊我要脫衣服了 我打開他這邊幹什麼 我要先脫衣服先把這個帽子先拿掉好像還沒有變這個再拿掉 也還沒變 OK變了變了變了 所以我等於說我可以戴著一個手套 還是很炎熱 怎麼看起來剛剛那瞬間好像有變沒有啊 OK又變了 可以了 等於說 還是一隻肉的為什麼我全身已經脫光光了 哇死亡島這邊 45度啊 所以難怪 難怪我會熱成那個程度啊 OMG 全身脫光光都還是會非常的熱啊 46度了 在搞什麼 哇這裡 太恐怖了 526了 繼續打 太恐怖了 我這裡的氣溫 那我只能夠像這樣一直不斷的掉血但是 好的一點就是我的那個 我的防護力還是很高的所以血就掉的不會說那麼快啊 不然的話正常來講現在46度我能這麼熱的狀況之下我的血應該會掉的超級快但是現在掉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太好了 至少應該可以耐得過這個這個溫度超過溫度應該一下就會下去了吧待會應該就會下去了不然我就要一直泡在水裡了 還好我現在血不會掉太快 怎麼大部分都是牛龍啊 我現在很少看到暴龍啊 不過牛龍的話經驗值也是蠻多的 才剛剛把他升完一級然後沒多久現在又快要再升級啊 喔 我好像一瞬間剛剛那瞬間得到不少東西 這個來 來 等級72了 那經驗值會暴增一大堆的 果然在這上面就是好 那我自己的話呢 我自己有沒有 喔 喔快了快了就只要三千了 快了就只要 只要三千一百以內啊三千不到三千一百的經驗值了 所以我也增加了一千的經驗值了吧在這一集裡面到現在為止 也是還蠻不錯的啊 蠻不錯的 所以跟著他一起升級我也就會升級了 那也許說下一級或者下兩級呢我很快的啊 我很快的就可以那個去找 去找那個蒼龍啊 沒有問題了 去死吧你們 他們 哇這個 好像很難打這個 哇又升級了又升級了又升級了 太帥氣了 繼續加攻擊力吧 好好的培養培養他 好現在溫度又降下去了現在是41度 41度我就沒事了 雖然可能也只有那麼一小段時間吧 他那個溫度爆高的時刻可能只有那麼小段時間或者是說 是在我之前的據點那邊溫度會爆高呢這我就不太確定了再過去看一下好了 哇 好像已經沒事了 好像沒事了沒事了 溫度果然他只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會飆高到那個程度喔 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喔 像剛剛那樣轉圈圈就等於是被他打假的 因為他的轉圈弧度沒有我這麼大 喔 這是牛龍最囉嗦的地方 牛龍在這個時候是被打假的 牛龍在這一瞬間一定被打假的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回頭 他根本沒有辦法回頭打到那兩個王八蛋 喔 進到水裡面就行了 可是剛剛那個狀況根本就不行 一定被打假的 這是牛龍最麻煩的地方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太想要就是帶著牛龍出門 因為牛龍要打到對方像這種 迅魔龍 或者是那個劍齒虎他的轉彎 他的轉彎弧度比較小的時候 他就可以打假的 就可以把牛龍打假的 牛龍完全是被欺負的 好啦我想就 他就從後面來 那現在的話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就是如果說 不要那個他們如果從後面打過來的話 不要跟他們繞圈圈的方法就是我只要 後退打就行了 我只要後退著打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就可以說 不用跟他們一直在那邊繞圈圈了 這邊打一打應該就可以再升一級了吧 那所以說也找到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如果說 那個之前說的那個狀況 一直繞圈圈跟他們打打不到的話 只要一直後退然後打就行了 一直後退就可以打到他們了 哦像現在好像又要來我就可以後退用後退的方式來打 就可以打得到他 很好 太完美了 只是說他真的也掉了蠻多的血了在這邊 我怎麼覺得好像還是圓人比較厲害那麼一點點的樣子 但也不一定啦 還有就是說 食物的問題 如果說我都要吃果實不想要吃生肉的話 因為說 旁邊的怪打一打 有的時候也就會獲得一些果實當成戰利品 所以我想 一直帶著這種肉食動物出門沒問題 因為他們打的恐龍如果說剛好有戰利品是果實掉下來 就剛好就夠我吃了這樣子 因為我也一直坐在他們背上 所以我不太會掉保實度什麼的 所以我想也許不帶草食性動物出門也是可以的啦 現在我把這些先丟一下吧 那我覺得他的 整體戰鬥能力好像還是真的比那個 圓人還要差那麼一點點的感覺 不過我想這是習慣問題吧 也許是習慣問題 稍微再習慣一下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再把他攻擊力再加上去吧 625了 625了我們走吧 625的話看 打這個是不是一擊就可以把他避命了 如果是圓人的話打這個 等級12的有的時候也是要打兩下 不過有的時候打一下應該就可以讓對方避命了 那主要是他的血怎麼會掉這麼多的 是不是因為巨猿有帶 因為巨猿他可以帶那個 他可以帶頭盔保護力大概是100 這個保護力只有25而已 裝甲值只有25 但是如果說 給他帶那個鐵頭盔 因為巨猿的鐵頭盔就會有100了 這個36就要打三下了 感覺攻擊力好像真的還是沒有巨猿那麼高 這個要打八下 打兩下 巨猿可能只要打一下就行了吧 算了也沒關係 我覺得說這樣用起來也還是蠻不錯的 喔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過來補幾刀 哇這等級多少啊這個 12 不對 等級8的那個 哇這邊好多啊 怎麼這麼多鳥都在這裡啊 這邊是怎麼搞的 這邊是怎麼搞的 啊等級108 全部解決掉了 太棒了 馬上就快要升級了 哇 鳥實在太多了 喔這邊又來了 這邊又來了 真的並沒有很強的感覺 攻擊力還是比巨猿弱 好啦沒辦法了 啊 我想這一集的話呢 應該也差不多可以測試這個新的座機到這裡為止吧 然後 啊下一集的話我們來 試試看那一個 等級目前有 115的這一個 劍齒弧吧 雖然我覺得 可能不會有他強啊 但 你可以試試看 而且他 才 剛開始要升級而已喔 只是他身邊都是一些腐肉就是 先丟了吧 把他拿一些生肉過來好了 那些生肉過來給他吃 很好 而且他可攜帶重量也真的是 蠻少的就是 260喔 260 跟這個比起來真的就差很多了 沒關係我們下一次再來試試看 到底哪一個來當我們下一個做機會比較好 那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